演技被吐槽可人气不减 并且是越吵越红 你说他没有演技可还是有片方不时的找他拍戏 这又是为何呢 演员杨子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 当初有一部戏本来他是当女主角的 但是后面被片方临时换掉 给出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关系户演员来了 不管户演技在不在线 颜值高不高 利益面前这些都不会被看中 让我们来看一下娱乐圈内明星的商业价值排榜 看到陆寒第一我毫不意外 毕竟陆寒的确算是大陆人气最高的男明星了 之前拍摄泽天际的时候 很多网友表示剧真的不好看 主要是冲着陆寒去的 没办法人家粉丝多 baby也一样 baby拥有八千多万的粉丝 的确让baby产生了相当高的商业价值 baby随便在微博发个广告 都是几千万的点击量 娱乐圈事实上比看到的更加复杂 其实作为一名演员 只要自己努力磨练演技 终究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洗尽千华 方诺大成 你们觉得呢 欢迎评论留言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